专案藻礁公投领先人潘中正在公投最后阶段积极宣传 找来律师专家说服大家三接可以迁到台北港 希望民众国人知道我们是有替代方案的 放心的投下同意票 保护千年的藻礁以及在上面的 可能会永久失去的珍惜 强调是有替代方案不是不要三接 而是不要三接再大谈 律师也提出台北港的十个优点 三接盖在台北港是潘中正提出的替代方案 但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接受吗 中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这个打算 态度一样很保守 因为三接议题牵连合四 侯友宜不敢大意 但是潘中正也不让步 台北港一 外卫奥 三接盖台北港虽然是环团提出的替代方案 但是公投还没订案 而这些方案暂时都还只能是讨论阶段 TVBS新闻 你国阵总采为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